大家好 我是大雄 我们接着看一下俄乌最新局势 近期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突发变故 大量的雇佣兵部队冲向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让整个俄罗斯变得风声鹤唳 虽然不到24小时内 俄罗斯就初步平息了这场危机 但是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据说 有不少精锐士兵意外丧失 而且还导致俄罗斯国防部 不敢给瓦格纳雇佣兵安排新的任务 众所周知 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 乌克兰正在进行全面反攻 当然 不会放过这次绝佳的进攻机会 据可靠消息显示 由于瓦格纳雇佣兵来回调动 导致俄军的防线出现了缺口 更为重要的是 不少的俄军部队对瓦格纳雇佣兵 还是保持一定的戒备状态 很明显 俄罗斯的内部 现在并不能拧成一股绳 所以对乌军的防守力度也下降很多 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 乌军最新组织的攻势似乎起到不错的效果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说法 乌军这次在前线多个方向进行了攻击 这其中还包括了巴克木特地区 顿涅茨克地区 赫尔松方向 以及扎布鲁热等地 要知道这几个战略要地 可是俄罗斯花费了巨大代价才夺取下来的 哪怕任何一个地方被乌军夺了回去 不仅对俄军的士气有着巨大的打击 同时对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会产生动荡 甚至不客气地说 一旦俄罗斯把这些地方全部丢掉 等于这近一年半以来 俄罗斯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完全就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根据相关消息显示 乌军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的反攻 同时出动了九个美机旅 还在一天之内向俄军阵地发起了三多次进攻 乌军这种攻击力度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 所以有不少分析人认为 西方这次也是抹足了劲了 应该是用了最大力度给乌军提供武器弹药 所以乌军才能保持如此高强度的攻势 看来西方也是想借助这次机会狠狠地让俄罗斯栽个跟头 西方的社交媒体上也传出了消息 乌军这次在远程打击方面也是不惜血本 拿出大量的坦克、导弹、无人机等装备 对俄军阵地进行压制 据说还有上百门的火炮在不间断地打击俄军阵地 不仅给俄军的士气造成极大的打击 也让俄罗斯士兵付出了不小的伤亡数字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细看战场各地区反攻进度 根据最新战报 乌军继续在多个区域缓慢推进 库北扬斯克方向 俄军组织了小规模进攻被击退了 利曼、克里米纳区域双方炮击为主 赫尔松区域双方隔阂使用远程火力对轰 最新24小时中 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5枚导弹和7架无人机 均被乌军所摧毁 今天中午 克里缅球克、苏美等地的多个基础设施遭到了攻击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新的军事援助 包括30辆布拉德里步兵战车和25辆史塞克装甲运兵车 以及海马斯、弹药和包括标枪在内的反坦克武器 以及爱国者和独自防空系统弹药 根据双方武装力量最新战报和前线消息 乌军在收复利沃皮里之后并未继续追击 仍是继续修筑防御攻势 观察俄军动向 西侧的普里尤特涅部分区域 乌军继续向俄军阵地发动试探性的进攻 俄军则固守阵地进行反击 马卡尼夫卡方向 俄军从昨天晚上开始又组织了一轮反击 但被乌军所击退 乌洛然涅北面 乌军出动小谷部队攻打俄军阵地 整个大诺沃西尔卡区域 未观察到大规模的进攻迹象 萨布拉德南线战况 萨布拉德南线区域 派特科哈特西侧区域 双方仍是在0812公路两侧打阵地战模式 有小规模的攻防战 内斯特连卡东侧乌军在两次进攻无果之后 暂时进入了休整状态 罗伯纪涅区域乌军仍在村北入口处于攻打俄军阵地 由于俄军防线较为坚固 未能取得突破 巴克莫特区域战况 巴克莫特方向 俄军昨天下午在北县的巴赫丹尼夫卡水库附近 组织一轮对乌军阵地的反击 出动了好几辆装甲车和十多名步兵 在被乌军无人机发现后 遭到乌军火炮打击 无功而返 乌军则继续攻打杜波、霍瓦、西里夫卡和亚赫德内的俄军阵地 进展也不大 南侧的乌军继续攻打库尔九米夫卡村的俄军防线 而俄军也在后方火力眼无下拼死抵抗 乌军多次进攻 军未能突破阵地 克莱歇耶夫卡区乌军多次冲锋 仍未能突破俄军在村西面的防线 顿尼茨克区域战况 根据双方战报级前线消息 乌军在沃江涅北侧 以及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南侧进攻俄军阵地 出动人员大约在40人左右 有数量装甲车做掩护 而俄军则从昨天下午开始 炮击五一村的乌军阵地 随后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进攻乌军阵地 但被乌军所击推 昨日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第一机械化营的士兵 与俄军禁卫第57机动步枪旅第三营 发生在巴赫木特南亿展开了激战 乌军成功清理了运河西岸的俄军据点 伤敌50必敌30余人 在巴赫木特北 乌军成功向前推进了600至800米 与此同时 市区方向的乌军向东推进了约500米 在扎布鲁尔战区过去24小时 乌军向洛蒂涅方向推进了300米 并在皮亚提卡基以南进展了400米 走起来看 乌军推进的速度比较慢 他们仍然将重点放在打击俄军的纵深目标上 这一阶段乌克兰反击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战略性的摧毁俄军的供应基地 和重要的运输交叉口 通过地图可知 乌军远程打击所有的主要目标 都是沿着俄军的主要供应线展开的 扎布尔热和赫尔松州的俄军占领区 正被乌军有条不紊的隔离和削弱 这与去年赫尔松被解放的过程类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些天 乌军轰掉了连接克里米亚的大桥之一的琼海尔大桥之后 俄军的补给线大大加长只能绕行 这使得其补给的运输时间大大加长了 并且大大增加了被乌军炮火摧毁的机会 据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乌军已经顺利渡过了地内薄河 战斗正在被摧毁的安东尼夫斯基桥附近进行 我认为乌军此举并非是要在此方向大击用兵 而是为了靠前打击俄军的补给舰 随着乌军祖案建立起了桥桃网 几乎全部的克里米亚通往扎布罗热的卡车物流 都处于乌军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我判断扎布罗热战役最晚会在8月初结束 其胜负不言而喻 另据美媒报道 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能会提前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目前美国155毫米炮弹的产量是每月2.4万发 战前为1.4万发 到2025年将达到8万发每月 乌军队155的需求大概10万发每月 德国武器制造商莱茵钢铁公司将在近期 再向乌克兰发射20辆黄鼠狼1A3步兵战车 这一消息可以说是令大雄开心的 只要西方源源不断的援助武器 这场战争胜利终究会倾向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能等到大捷的一天 与家人团聚享受正确世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大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